中國現在在開兩會 開兩會你剛剛講的 他非常一個沉悶 剛剛講的 總理的記者會沒有了 關於過去未來的 五年計畫的三中學會 我也不開了 等於說 我對未來的經濟前景 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完全不能 剝花一個經濟藍圖 我不能剝花未來的經濟藍圖 我就不能按圖鎖記 不能開展我未來 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引擎 那想說為什麼中國這麼悲觀 中國那麼慘 你說我們外界都以為說 那是軍事問題 你說不是 那是產業問題 因為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封鎖 已經成行了 特別更可怕的是 在AI產業列上面 已經完全把中國 給剔除在外面了 那外行人講說 為什麼日本 它現在的股市 也可以衝破四半點 你說如果從日本股市 整個上漲的內容 完全跟半導體有關 如果跟半導體有關 就剛好形成了一個 完美產業列是 美國NVIDIA的設計 設計我台灣製造 可是中間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是 我要最好的材料 我要最好的這個所謂的設備 我才能夠達到完美的 衝到的這個AI的世界裡面 而這一塊竟然就被日本補足了 所以美國 台灣 日本 我們的整合不是軍事的整合 是產業的整合 而且現在更好在開中國的兩會 那兩會來說我非常有感 如果你過去看到這個江澤民時代 或是看到胡錦刀時代的兩會的時候 你就覺得我這個國家很有前景 然後總理在那邊侃侃而談 未來的經濟發展 就今年完全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而且他們好像一臉茫然 未來也不知道怎麼辦 而且我還是第一次從官方正式 就是這麼高層的人說 我們要過緊日子 這是他真的講出來 過去可能都是文章 文章 文章 這是他真的講出來 所以他事實上這個氣氛 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個氣氛 不是 你不再講發展 你不再講前景 你現在只講 告訴我 要安全 要風險 對 好 那這樣 相對於兩會時間的時候 海在外面的部分 我跟他講 為什麼這個鮮明 對比非常鮮明 日本 台灣 還有美國 剛好三個國家的股市 全部都創了歷史新高 而且三個國家是一步一驅 那NVIDIA創新高 台灣就跟著創 台灣創了之後 日本就跟著創 而且你沒有講 我還沒有看到 是 這三個國家互補有無 對 也就是說現在其實是 台灣 日本跟美國 構成一個完美的產業鏈 過去的時候 NVIDIA 這個一個在往前衝 台灣在後面幫他做晶片 可是後來呢 美國跟台灣都發現到說 要日本 因為為什麼 因為日本的這個 要日本 日本的所有的材料 日本所有的 包括說他們的設備 是全世界第一的 有他進來之後 完全這個 拼圖完全完整之後 而且剛好可以把中國 完全排除在外 所以現在誰很緊張 保健現在三星很緊張 三星 三星他這幾天都很想 打進這個體系裡面 他說我們可以跟你們合作 可以跟NVIDIA合作 可是問題是人家都不理他 目前為止他的技術 就是不夠不到位 日本不願意讓他進來 他就是沒辦法 難怪之前講 海力士拼命 要跟整個所謂的日本合作 我跟他講 這一次不是說大家都 TSMC台積電到日本去的話 是對日本來說是非常好的發展 我跟他講 其實日本也有邀請三星 但是三星不想去 他也不能去 他也不敢去 所以他不敢去日本設廠 台灣可以啊 我們可以去設廠啊 所以也就是說 因為韓國的他的國家因素 他沒辦法跟日本走了 他就注定被排除在這個聯盟之外 好那為什麼這個聯盟這麼重要 我跟他講 現在中國為什麼很沮喪 因為他們的AI科技完全被封鎖了 你知道 這個所謂 最近一段時間 伊隆馬斯克還有黃仁勳 他們在說一件什麼事呢 他們在說人工智慧的算力 我們過去有個摩爾定律 摩爾定律叫做兩年 這個約莫是18個月會增長一倍 那現在是人工的算力是 每六個月就增加十倍 那六個月喔 那你就知道你可以自想 從18個月增加一倍 對 那個時候整個電腦已經 在這個世界造成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如果現在是六個月增加十倍 那還得了 好那為什麼中國會沮喪 因為目前為止 中國的AI機器被封鎖住嘛 美國能夠賣到這個中國去的 就是我們美國的八分之一 那你看這樣幾個月下來之後 你知道那個差距會多遙遠嗎 那會變成是天堂跟地獄的差別 所以我才說嘛 這個為什麼美國現在打死 他就是要封 電動車就算了 很多東西都算了 但是這個AI 我絕對是咬緊不放 壓死你 絕對不讓你過 所以事實上這個版圖來說的話 美日台的這個完美產業鏈 真的完成 而且最大的收益者 我跟他講 其實恰恰好就是日本 好 市長 我們看到我們外行人看熱鬧 內行人看門道 一直看到 日本好像已經走出了 通縮了 日本首相還要宣布說 日本已經走出過去 通縮了30年 可是你說這關鍵不在哪裡 關鍵在於 它最近在漲什麼樣的股票 而最近漲的這些股票 剛剛講的 就是剛好彌補了台灣跟美國的短板 對 沒錯 實際上為什麼最近日本股市創了這個新港 那如果你對比 我們台灣創新港已經很厲害了 納斯達克也很厲害 可是如果以這半年以來的話 日本股市可以說是用噴的 那七年之後 我看到日本股市 還在兩萬多點 現在已經來到四萬點了 一倍了 對 而且現在日本 這個岸田文雄過一陣子就要宣布說 我們終於走過了 這個艱苦了30年 那什麼時候能讓他 走過艱苦了30年 因為他知道我要跟美國跟台灣 站在一起嘛 好 那你知道為什麼這樣呢 像最近一段時間日本股市在漲什麼 因為全世界資金進去之後 發現到說因為以前呢 日本本來就是台積電非常重要的供應鏈 美國非常重要的供應鏈 但是人家都覺得說 你好像沒有什麼成長性 那不失進去 可是他們看到一個不一樣的點是什麼 他們居然為了台積電之後 他們可以舉國之力 完全不一樣 所以人家就 日本真的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這個資金進來之後 就覺得你們應該有搞頭 你說台積電在雄本場 日本來建造 只花了20個月的時間蓋城 對 這個在日本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而這個前所未有的事情 它在改變這個結構了 對 為什麼改變這個結構 保全我們先跟他講一個故事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台積電 到這個日本的時候 有一個廠 一個展就是我們現在最先進的台積電 其實台積電在蓋這個晶圓廠之間 它已經有這個研發中心 研發中心在這個竹坡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3D的 這個IC的研發中心 然後它在大阪 比如日本在 不 台積電在日本有一個竹坡研修中心 對 然後它在大阪 它有一個這個IC設計中心 然後在橫濱也有一個設計中心 它在日本開了非常多研究中心 你想說它開這麼多幹什麼 我跟你講台積電真的很聰明 為什麼 因為這個竹坡科學等 是有240個研究機構 那日本的諾貝爾的這個物理獎 化學獎得主非常多 他們的基礎科技非常非常厲害 就以這個 我們在這邊有一個 他們的這個日本的 這個台積日本的3C的 3D IC的研發中心 你看它的執行長叫蒼元明子 他說什麼呢 他說我原本是在日本的 這個半導體研究 我已經非常厲害頂天了 問你他說我們研究出來的東西呢 沒有日本人的企業能夠用 也就是說沒辦法 我們看 做出來沒人可以用 對 他們的技術你看 他們20年前就已經做了3D IC的封裝了 20年前 我們現在NVN還導入的時候 他們現在20年前就開始在做了 你曾經講過 今天台積電可以完全的領先3C 它可以打遍天下無敵手 除了說我在晶圓製造上的能力之外 我把整個晶圓製造跟3D封裝結合在一起 而這個3D封裝的結合在一起的技術 是來自日本 對 日本是很重要的角色 你看他說我們中心過去研發出來的3D堆疊技術 在日本沒有半導體業者能夠計轉 所以日本是空有技術 它沒有人能夠做 那台積電去了就剛好把它補起來 所以為什麼日本的半導體股會全面大漲 因為他們知道 他們未來有生根下去 他們技術 我認為未來日本的半導體在未來幾年 尤其是他們上下游的供應鏈 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為什麼你看全部日本這些股票 全部都是在大漲的一個狀況 這絕對不是假的 而且你知道漲到什麼程度呢 現在日本的這個股票市場裡面 第一大市值公司 以前我們對日本股市的印象都是 它都是漲什麼金融 漲什麼五大商社 沒有 現在第一大是Toyota 你知道第二大是什麼 第二大叫做東京威力客創 它剛剛好就是台積電 它的最大客戶就是台積電 第三名叫做Sony Sony就是這一次入股熊奔場 所以等於完全都是跟台積電跟NVIDA 完全接上邊 才讓這次日本股市 完全翻天覆地的不一樣變化 所以我們講的 日經有一個叫做225成分股 就等於說 我們今天哪一桌的 好的股票的成分 沒錯 它現在什麼 已經把這個什麼水泥製造啦 所謂的金屬啦 全部拿掉 拿掉這些東西以後 換上什麼 晶元切割 晶片設計 代表你現在的好股票 就像這樣 標準500的這種股票 已經做得太換了 對 就類似像道瓊成分股的變換 你看 尤其是這一家所思未來 這個大家可能都沒聽過 其實它是日本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IC設計公司 所以日本現在整個成分股 已經完全不一樣 所以日本人現在 以前我們知道 以前去問日本的 歐巴桑或是歐吉桑 他們都是在講什麼 我們講五大商 現在他們也開始在講 晶片股 所以這完全 如果你去看日本的電視節目 完全都不一樣 那我們就跟他講 這為什麼這個台積電 去日本設廠很重要 因為原本啊 這個台積電裡面 能不能夠做那麼快 因為它裡面很多供應鏈 就是日本公司嘛 像未知數 做未數的 然後以斐電 新月半導體 JSR 這個FUGIMINI 東興威力客創 迪斯科 然後日利先端 這一大堆 這其實呢 我跟你講 未來的這些供應鏈 全部都擠在 台積電的旁邊 所以那事實上 我們就講 台積電已經養大 台灣那麼多供應鏈 這些未來也會被 台積電養大起來 以前張忠謀 曾經講過一個概念 為什麼台灣半導體 這個產業鏈這麼厲害 因為我們從北到南 我們有個兩小時的 等於說我們當時 台南發生事情 我的新竹 我的台中 我在一個半小時裡面 我馬上可以支援 我可以做最快的處理 結果我們剛剛講 台灣是兩小時 現在日本 台日半導體的最強島鏈 是在建立了一個 三小時的島鏈 對 他說以這個 九州為準的話 三個小時之內的 這個車程 建立相關的供應鏈 所以講這個 我覺得這個未來 非常有搞頭 那你知道事實上 台積電現在 有一場跟二場了嘛 對不對 未來我知道的是 有五座場 五座 會有五座場 也就是說美國的計畫是 要把這個地方 變成是第二 台灣之外的 最重要的生產地點 在這邊 那美國自己本身 他應該會放棄 他們自己本身的 做不起來 他們會放棄的 好 那事實上 我們跟大家講 那也就是熊本二場 你知道這一次熊本場 開幕的時候 我注意到什麼 你知道豐田當然有去耶 他不是站在最中間 他站在旁邊耶 連一個Toyota的會長 這麼重要的人物 他都不是站在中心位置 而且 但是他還是一定要去 還要去 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日本是 整個舉國之力 真的非常的重視 這個台積電這個案子 而且你說 今天剛剛講 那是強強聯盟 強強聯盟台積電 台灣透過日本的產業 現在所謂的材料技術的合作 大家都會更上一層樓嗎 當然好 我們跟大家講 事實上大家就想 未知數 未知數為什麼也是台積電的供應鏈 它是做調味料 對不對 但是不是 我們現在不是有個 AI晶片 所謂的COVAS的先進封裝嗎 它就需要用到ABF的載板 ABF載板簡單的說 就是說 我們在晶片上面來說 我們用下面一塊板子 把它連接起來 跟電路板互相連接 那你知道這一塊板子 發明者就是Aginomoto 所以這個ABF 它叫什麼呢 它就叫Aginomoto Build Film 也就是說 未知數做成的板子 就叫做ABF載板 所以那事實上 那它就1999年 它就做出來了 對 所以你知道 這個板子 對 這個板子 它的施展率是99% 做衛星的公司做的 對 全世界只有它會做 所以你知道 你要這個東西 不好意思 你就只能夠讓它做 加了這個固性薄膜 也就是說 如果你需要用到這個東西 完全都需要用到它 所以你知道ABF就是 它是一個寡占 壟斷的這個局面 那台積電現在進去了 對 台積電現在就跟它互相合作 另外一個是以斐電 以斐電也是一個 封裝的公司 台積電目前為止 入股它 台積電很少會入股其他公司 它入股它 所以它事實上 日本的很多好東西 台積電去了之後 為什麼台積電 也很願意跟他們合作 因為它知道說 我未來要拉開跟這個世界各國的差距 一定要靠日本的技術 所以這樣就可以理解說 為什麼這個熊本廠 20個月可以蓋好 那代表日本的決心 而且日本恐怖是 它衝從北海道 從九州四國能用的人都掉過來 你知道這次的這個 我們知道 這個日本的這個開工速度是破紀錄 破紀錄 而且都比台灣蓋的時間都還要更快 比台灣快 對 台灣要600多天嘛 那這個日本只有這個20個月 那為什麼它能做到這麼多 那日本是怎麼舉國之力 那他們這次要撥給台積電的場 兩座場要撥1.2兆日圓 那日本政府修改了上上下這樣的法令 然後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後來為什麼他不去 因為他覺得說無裸去 因為我們補助那麼多 怕會被選民罵 所以他就說 那我們就不要去好了 就還是去看看這個災民 但是他還是說 我們未來會支持第二座場 那第一座場已經破紀錄對不對 那日本官方的預估是說 第二座場還要再更快 所以那實際上 還是比台灣快 還要比台灣更快 那你他怎麼做呢 日本他現在是說 他們找台北線找了這個鹿島這個建設 那鹿島建設他說什麼 那他在蓋的時候 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我們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我知道了日本的大型吊車 大概就在這個地方了 全部都在這個地方 日本全國的大型吊車都在這個地方 然後他騙了這個7000個員工 然後日夜趕工 而且你知道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是不業城 24小時不斷的停這個工作 那你知道嗎 其實日本24小時工作是違法的 是違法的 不能夠這樣做 但是他們為了這個 他們就破天荒 把這個法令全部修改 所以為什麼熊本場蓋完 會讓整個日本完全不一樣 因為日本這一次真的完全拚了老命 他是想辦法 要從這個目前的世界上要爭到一口氣 據大家講喔 日本明治維新喔 是因為美國的黑船把他們給敲醒了 但這一次是台積電沒有說 但你漏掉了一個人了 誰 唐鳳 他們講唐鳳現在是 唐鳳對日本很重要 唐鳳是正好講喔 以前叫明治維新對不對 這可以證明叫唐鳳維新 來吧 你可以看到右邊 他們把它封為什麼 世界最高的頭腦 問題解決這個IT大臣 然後把它弄得這個瘋瘋瘋活活的 但他們不知道一件事情 唐鳳是假貨 假貨 假貨 在國內已經被出聲爆了 然後這個速發部弄了一塌糊塗 不是連新潮流都要對付他了 可是 不管怎麼樣 他這個 或者這樣的一個人型 把日本嚇到了 米賽亞可以是假的 但信徒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日本人真的跟你玩真的 來 各位直接看到 我們大家知道Uber 但台灣現在我不知道還是外送員 每天那個颳風下雨 日曬雨 你在外面匹配 算 結果你看到日本這是什麼 AI的 這個 人工智慧的Uber外送員 暴力哥你知道厲害在哪裡嗎 他可以看紅綠燈 他可以看紅綠燈 對 等於是他是全方面這種 鏡頭裝設 然後你看到現在 紅燈了 對不對 停下來 紅燈停 綠燈 準備行了 所以代表他是全面的人工智慧 他們透過這個方式在嘗試 而且是用在哪裡 用在最精華的百貨地帶地區 代表什麼 日本 他發自內心的 深信著唐鳳的這種AI精神 然後把它付諸實際 所以我們來講 為什麼日本會注意到唐鳳 是因為我們在疫情期間 疫情期間裡面 他搞了一個所謂的口罩地圖 當時日本就說 哇 你好厲害 那不但吹捧出了很多出 唐鳳怎樣怎樣 結果跟他講 我們為了唐鳳 搞了一個數位發展部 讓他當了這個所謂的部長 結果我們一直在原地踏步 什麼都解決不了 現在新潮流 自己人都要對付他 結果你在原地踏步 結果日本人以為你是真的 結果日本人搞到什麼 他現在全部AI化了 對 而且不只是 你說那外送都在 沒有 他現在舊臉 我跟你講 各位 遊客最近去到日本的非常多 他們都會去那種觀光諮諮平台 你知道諮詢平台一打開 有什麼 AI版面 這是什麼 你拿著麥克風跟他講中文 對不對 說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地鐵在哪裡 然後他這個面板 馬上AI給你人工辨識 顯現出什麼 日文在對面的服務人員 真的假的 對 而且大概兩三秒而已 我看那個速度非常快 你看喔 然後這個日本人 他不會講外語對不對 他馬上就看到 所以你要找地鐵 他會回你什麼 回你日文 講說 講日文 講完這個在那邊 然後翻譯過來 他說地鐵站 請你往右方三百公尺數 前行就可以了解到 你說這個 這個玻璃是一個翻譯機 對 沒有錯 而且是AI智能辨識喔 他不是說透過什麼語音什麼 他沒有 他就是透過這塊面板 反正他把你的聲音 不是我們台灣把日本嚇到了 我們台灣原地踏步 人家日本已經往前衝了 對 就人家出了這面板 唐鳳還躺在行政院 那麼講更厲害的是什麼 建築 他們現在連跟我講 各位 他們在搞一個水壩建設 蓋大壩嘛 蓋大壩會出現一個情況啊 很危險 為什麼 因為他有些工程 可能高難度高技術 他們會來解決個問題 寶貴你知道用什麼嗎 通通都無人化 你現在看到這個工程 蓋水壹巴是無人的 對 所有 所有的 卡車沒有人開 對 什麼小三貓怪手 沙石車 沒關係 廣鐘都沒人 寶貝你知道這個好處在哪嗎 因為你如果是用人工的話 它有一個局限性 危險 就比如說我今天 我做開沙石車對不對 我也沒有辦法急速往後方 倒退10公尺 不行 不可能嘛 但今天用AI行不行 可以喔 因為我人是在辦公室嘛 對不對 所以保利哥就你看畫面 它可以前進 可以後退 而且它的車斗可以精準的 按照這個沙石的出入口 對 沒有錯 而且你看喔 它是高速的往後倒退10公尺 與此同時 各位你可能沒有注意到一個細節 剛剛那是斜坡耶 你開沙石車 你倒退路就已經不敢了 還敢再斜坡倒退路 而且厲害在哪裡 倒退路完之後 我定點 馬上把這個土 精精準準的 要倒多少就有多少 你看我們剛剛是不是看到 那都無人的 全部都無人的 無人卡車 地面上是有鋪滿一層這種沙石土 對不對 跟保利報告 不是 它還會去調整它的平均重量 對 沒有錯 就是因為大家最擔心就是什麼 車子如果偏左偏右 它有可能有輕負的危險 來你現在看到了 這整片土對不對 這些沙土對不對 它最厲害在哪裡 計算每一個地方都是只有25公分厚 對於說它精準計算嘛 你這個用人工的方式哪有可能做到 我跟你講喔 大型的工地 比如說那種建築物啊 有那種上下樓的灌水泥的 通通都不用用AI機器人 AI可以幫你幹嘛 綁鋼筋 AI可以幫你幹嘛 地板那種水泥有沒有 鋰仔機 那種 這在建築工地 建築工地最厲害的是什麼 綁鋼筋啦 鋰仔機啦 甚至什麼 雷射定位 等於說我只要用一個面板 等於你看一個日本人 就一個人兼工了 就是底下有沒有 用一個面板開始我用手 搬東西 像玩這種手機遊戲一樣有沒有 很療癒 像開心農場這樣 這邊移這邊晃這邊弄 水泥機器人幫你鋪好 掃地也幫你鋪好 對不對 甚至現場還有什麼 監督的是誰 監督狗 等一下還可以綁鋼筋 綁鋼筋 而且你看喔 他這個都是不用人為操控 他等於AI會自己幫你運算喔 連監工 我們先幫你講 來這個是什麼 水泥機器人 他直接用 人家我們是掃地 他不是 幫你鋪好 直接你看 他就在那邊看叫 那個功能多輕鬆 還可以擦腰 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他就會幫你弄 他現場連監工的東西 都用機器狗 保留就這一隻 這個就是我們 平常是公投 這隻公投狗 好 那再來除了 空地之外 連農業 現在他們講 全面都希望能夠用五人化 把產量提升到最高 好 輝聖 該講的現在日本 我們現在等於說是我們的台積電 跟日本的這個產業結合 你說這個對台灣是一個機會 但也可能是一個危機 是我們都知道我們把整個台積電 供應鏈叫做護國神山群 但是事實上這一次商周特別報導一件事情 原來日本也有所謂的半導體神山群 那你想說那半導體神山群有哪些 其實真的是有一些我們在過去也有稍微提過 包括像光祖祭 光祖祭大家還記得吧 那時候日本跟韓國在因為就那個賠款事件 你說他們最近股票大漲的就這些人 全部完全這樣嚇死喔 我們都以為日本失落三十年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在半導體上面的設備 跟化學材料這個部分 過去這三十年他們還是超過五成的 市佔率在全世界 而且呢在光祖祭帳甚至高達八成 高純度的孵化氫高達83% 全世界市佔率 還有包括液比醇 液比醇也就是在清洗劑這個部分 也是超過五十六趴耶 那為什麼說你剛剛提到的 這可能對台灣的一些業者是一個警訊 譬如說剛提到的液比醇那個洗涤劑 其實日本的那個得三是很厲害的 那呢因為我們以前台積電在買的時候 都從日本買 後來因為量越來越大 然後那個東西需要就是你要用水 幾倍的水去調和 後來就發現這樣不行 所以台灣的台速才跟日本的得三合作 在高雄弄了一個台速得三場 然後那邊進行相關的投資 好像一場兩場投資 那我想請問 如果現在台積電的熊本場在那邊 他還需要台速得三嗎 不用啊 他就直接跟得三買就好了 所以你就會發現 你知道這一次日本 這個熊本的一場二場 日本政府是全部半導體的一個 所謂的獎勵金額是1.9兆日元 其中光是給台積電就高達1.2兆日元 佔比非常高 那為什麼 因為它有一個條款 就是未來你台積電你投產之後 你超過五成的產品 要用日本的 對 就是那個原料啊什麼 要用我們日本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是不是會進一步帶動這個日本的 所謂的半導體神山群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現在長成這樣 而且呢 你知道剛剛東京威力科創這家公司 它竟然在全世界世界 尤其是在所謂的徒步顯影機 高達九成耶 那呢 跟那個 它跟它哪 另外四家公司 包括ASMO 然後包括柯林 包括柯磊這些 被視為是全世界前五大的半導體的設備廠 然後唯一一家亞洲廠就是這一家 那你知道這一家公司 它在去年跟今年上半年 有一個非常 今年第一季有一個不尋常的東西 就是他們到出口到中國的佔比 竟然大幅的增加 尤其是上一次第四季的時候 他們出口到中國的佔比 超過他們自己營收的五成 然後在當地銷售量翻了一倍 所以換句話說 現在不是在美中的貿易大戰的情況之下 很多東西都不得賣到中國去 可是日本就是 中國就是發現 那我跟日本買好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除了台積電去帶動的日本這個需求 中國它也會去弄旁弄旁 然後去取得這些相關的設備 跟相關的東西的話 其實日本為什麼人家會認為 這一次崛起黑船時代來臨 真的是有所謂 而且你講說他們現在的態度 完全不一樣了 原來台積電的內部管線安裝 是這個所謂的熊本事務所 裡面有一個田中紅店 他講他們為了要去幫台積電 弄這個內部的管線 它是全從日本各個地方 調派人手過來的 是而且我跟你講就是那個鹿島建設 鹿島建設事實上被他們視為是 這一次熊本場可以在不斷 不在兩個年的時間 就可以完成一個最大工程 他除了全從日本 調來7000名的一個工人 就三班輪之外 他幾乎他們就開玩笑說 把日本所有的那個機械調策 全部都弄到這個場 就是拼了命武士道精神 也要蓋一下這個東西 還有最重要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都認為日本人工貴對不對 但事實上就他們的就業市場來講 他們是那個文理科很貴 因為以前他們都商社全世界去買 所以他們就採買人員 然後這一些 還有他們政治人物這個部分 文理科的一個薪水很高 政經人才比較貴 對 但是理工科在日本的薪水 竟然是低的 所以這個對台積電去到那邊來講 所以就發現 日本人很高興啊 所以才會認為 令和時代的黑船時代來臨 美軍在世界各地 還有非常多的航母打擊群 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那種具體化的 這個卡爾文神號或是什麼號數據 但其實他們最新公佈的五角大下 他們自己公佈的東西 其實他已經告訴大家了 未來的世界呢 就是用AI來打戰爭 用AI來鎖定目標 所以他們才可以這麼快速 半個小時之內呢 竟然可以攻擊到85個一個據點 然後呢每一個都是精準打擊 沒有誤傷無辜 然後這個東西出來之後呢 給大家看到一個很可怕的畫面 就是說這個圖嚇死大家了 這個圖你看起來只是一個地形地霧圖對不對 可是呢它可以把你框起來 你根本看不出來什麼東西 黃色跟藍色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東西其實都是一些機敏設施 但是呢它在這麼近距離裡面 黃色就是敵人的 它可能是敵人的發射器 或者是火箭發射器 或者是他們的指揮部門 藍色的可能是我們的 可是呢如果你過去來講的話 你用肉眼來看 或者你用微星圖來看 那就是坦克啊 我怎麼知道是誰的 不是我們的 所以呢在這一次裡面告訴大家說呢 其實現在的戰車已經進入到AI的世界 然後美國中央司令部的技術長也告訴大家 從2023年10月7號的話 以色列受到攻擊 美軍就改過去的態度 加強部署AI技術 可是重點在哪裡 2023年10月7號 我們就開始推進 2月就打擊了 這就是美軍他們帶出來的 他們的一個快速的一個作戰 然後這一次的話你看喔 125個炸彈 然後呢丟在哪裡 85個目標 然後inside 3 minutes 在30分鐘之內 就把它給 更快更準了 對又快又準 但你看喔 這個東西85個目標是分佈在哪裡呢 包括在敘利亞 包括在伊朗 包括在伊拉克 在這個附近 以伊拉克跟敘利亞為主 85個 你要怎麼樣30分鐘之內 同步打擊 如果在過去的話 你要有個指揮司令部 然後呢你要有個作戰計畫 然後你要派出你的 不管是無人機 或者是你的戰機 前去轟炸 我可能還是有幾十架的 這些機器戰機 才能出得去的吧 對那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可是這一次的話 你用AI 你用Marvin的這個計畫的話 他可以用非常快速的一個方式 就來直接打擊下去 而且這個東西 你要知道 美國人 真的是非常的有心 你看很多的美國電影 愛國主義有沒有 把他推到最高點 他這個時候 什麼時候發生的呢 在過去來講的話 因為有個TOWER22 在那個地方有三個美國大兵 因為被對方 被伊朗支柱的這個無人機 給攻擊之後 死掉了 死掉的話 因為美國大兵是非常珍貴的 非常 對 回來之後 拜登總統也參加了 伊林的儀式 伊林的儀式 伊林的儀式之後呢 他告訴大家說呢 我們會選擇時間地點 持續進行 今天反擊已經開始了 大家當以為 伊朗以為說你在說大話的時候 講完這個東西 棒 半個小時之後就把你殺光了 所以他是在伊林的儀式 告訴大家說 美國就是要反擊 美國的反擊已經展開 對像不像是好萊塢電影 非常像 大兵回來 然後大家這個情緒很低落的時候 總統想說我們要開始反擊 然後呢 奧斯林就出發了 而且呢他是用什麼B1B B1的Bumper 最大的 然後呢跨洲際 直接飛了9600公里 直接飛到中東去嗎 對 直接飛到中東去 然後呢把敘利亞 把伊拉克這85個地點 全部一次精準打擊 30分鐘內 30分鐘內 30分鐘的話 大家聽到說 30分鐘什麼概念 30分鐘的概念就是 我打完你之後 你都還不知道你的損失狀況 B1B已經回來了 而且他可能已經到下一個目標 全部都轟炸完了 對已經全部都轟炸完了 他突然發現說發生了什麼事 對他們還搞不定狀況 你看都已經 這些軍事基地 都已經變成一個廢墟的狀況 對 所以這30分鐘可以是說 越又快又急 而且又精準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五角大廈 他這次公布了MARVER 這個專案代表什麼意思呢 在過去來講的話 你要很多很多的專家來判讀那些圖資 對 而且呢 成衣專家你判讀的 跟小鳳專家判讀的 不一樣吧 那不一樣 那長官要怎麼採信 你這個按鈕 你按得下去嗎 要不要按 如果你說你那個是T9-2的 我說那是我們有軍的 那我按下去之後 我是不是有心理的一個壓力 一定有的 那如果誤殺怎麼辦 而且在戰場上面 這些軍事措施都是非常珍貴的 那你用這個PUB1的話 它可以用快速的東西 幫你洗你的地形地物 洗完之後呢 它會呈現這樣的圖 小的 然後把它放大 然後呢你看 你自己看 你會感覺不出來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可是你用AI來計算的話 它可以發現說呢 它每一格一秒 它都有不一樣的改變 如果它的行走的方式 跟我軍 友軍的行走方式不一樣 那我們就可以判斷 它應該是敵人的一個機體 然後呢 它可以一個慢慢的把它弄下來之後呢 最厲害的是說 它可以把這些東西全部統整完 然後呢給你一個正確的答案 以前長這個樣子 後來呢 它在機堡裡面有怎麼樣子 然後呢還有其他的一些設施 或者是維修 它可以用這些東西來快速的判讀之後呢 這個Marvin就可以告訴大家說 我們要打哪裡 然後呢 哪個地方是不應該打的 它是一層一層一層的 那Marvin最厲害的東西就是說 你看你從太空 Space 你根本看不到這些衛星在監視你 然後呢再來 你用一個地形地物 然後呢 空中到底有哪些飛機 它的一個航向 而且它的一個走勢 然後呢地面 然後你還有在海面上面 當你把這個3D立體圖串出來的時候呢 很快 我們就可以在30分鐘之內 打擊85個地點 而且我們是毫髮無傷 可以安然的撤退 其實玉佛我們看到了 像這個Marvin Project 它一開始的軟體是非常簡陋的 那麼大家也會擔心說 很多人都很怕說 萬一今天AI過來反制我們人類怎麼辦 所以其實這專家也告訴大家說 今天AI是幫你判讀 但是 決定是不是真的要按這個按鈕的 還是人類 對好 所以呢你從這個基地 原本它只是一個平面 一個沙球 有個機堡出來 然後最後有個發射鏡 這東西一樣一樣起來之後呢 你拿在手上 你就知道它的顯示精神了 黑歷史都翻出來 你不會知道說 我今天突然看到了一個軍事措施 那這不會是我們的發射鏡啊 會不會是我們友軍的啊 如果你從頭到尾 你知道它20年年長什麼樣子 然後現在長什麼樣子 還有它往來的那些人 到底是誰的時候 它就可以一次把它勾擊出來 所以當你在按這個按鈕 決定轟炸的時候 你就會特別有信心 那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AI已經進到了東南亞了 對 印太司令部 他們現在來講的話 包括在這個奪到FIST 還有以及泰國的這個金色眼鏡蛇 這些軍演 日本 泰國 東南亞這邊已經把AI給放進去 那放進去的意思是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是美軍一個大規模的一個軍演 你在軍演裡面呢 你把AI放進去 這是個完全不一樣的戰場 對 完全不一樣的戰場 而且呢 他用這個演習的方式呢 告訴他的盟友 包括泰國 包括菲律賓 包括日本 告訴大家說 以後AI作戰要怎麼作戰 因為在過去來講的話 你只看到了這個 烏克蘭跟俄烏戰場 在這個地方裡面有些AI 可是呢你不知道 所以這是美國呢 印太司令部這邊呢 就帶了大家一起走一次 跑趴柔 對 把這東西走一次 那走下去之後呢 大家就知道說呢 以後我們的Coding 以後我們要怎麼做 然後我們要共享哪些情資 其實你看了只是說很熱鬧 躲倒軍演 然後呢鐵拳 然後呢這個金色眼鏡蛇 可是呢 他每一次的出動的時候呢 你用AI的方式 把所有的信項給盯好之後呢 所有的Coding盯好之後呢 真的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其實AI只要有一個判讀 那有人下一個指令 那所有的日本 到菲律賓整個都會 盟軍可以一起動起來 好所以瑞德 我們看到了現在 所謂的抗中聯盟 AUKUS裡面 包括了澳洲 包括了英國 美國 他們現在呢 是在向紐西蘭 向加拿大 是向日本招手 尤其是日本 就是因為他們的AI技術 對 沒錯 那麼不要小看這個 所謂的AI技術啊 為什麼呢 以日本 美國為首 最近澳洲就向日本取經嘛 那各位要知道 日本的這個等於說 軍事跟工業 雖然他沒有軍隊 但是問題是他的軍事工業 事實上是非常厲害的 尤其高科技 那日本為什麼要 這個執著在這個發展 AI的技術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這些年以來 包括俄羅斯 北韓跟這個中國 都對他充滿了敵意啊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他把AI導入的一個原因啊 還有那麼日本 因為跟美國是充分的 這個等於說 兩個人 兩個人是盟友的關係啊 所以美國在很多的 無人機跟AI的技術上面 完全支援這個日本啊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好了 那麼最近美國的國民兵 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是什麼 MQ-9A 無人機 像他們要賣給台灣的是 四艘 四架的MQ-9B 然後可能會無償 撥給台灣是四架的MQ-9A嘛 MQ-9A做了什麼事呢 他讓他在降落的時候呢 直接降落 現場沒有任何的指揮 等於說相關的士兵 所以他可以自己就降落 自己降落 那你會說那有什麼了不起 因為我告訴各位 他了不起的地方在什麼地方 因為以前呢不管是MQ-9A MQ-9B呢 這種大型的這個無人機呢 他都要 他起飛跟降落的時候 是最危險的時候嘛 所以現場一定要有 大概是一個班左右的 這個阿兵哥跟指揮官呢 要在現場 我看過他們其實就是 在一個這個電腦機台裡面 沒有錯 我們通常看到的那個電腦機台 對不對 是在這個一個基地的那個裡面 有點像是那個在打電動玩具嘛 那是在基地裡面的 但是他在降落跟起飛的時候 現場必須要有個隨身攜帶的 像有點像是電腦化 那麼有人在現場操作等等啊 以前必須這樣做 現在不需要 那影響有 為什麼會有影響 各位 他導入了包括很多的AI這個技術 等等的以後呢 你有沒有想過 這麼大的一個無人機 他至少MQ-9的系列呢 可以掛4枚的 有掛架的話 至少是4枚的地獄火的飛彈 他希望能夠給他掛到 8枚左右的地獄火飛彈啊 以後在全世界各地的機場都可以降落 那麼什麼意思 我還可以利用敵人的機場 哦 比如說敵人的機場 在這個山上對不對 對 無人我只要看到有可以降落的地方 我就可以讓他降落 有機場我就降落 有任何地方我就降落 沒有錯 因為我就是他用什麼作為一個 等於說指揮啊 用電腦為什麼呢 用那個 用衛星電腦連線加密 對 因為以前美國的無人機發生過一件事 是 被這個伊朗的科學家 直接入侵了以後 害進去了以後 把無人機騙他 然後直接降落到這個伊朗來 所以現在伊朗的無人機 那些攻擊無人機 就是這樣 它的前身就是這樣來的 成戰服了 對 它是騙來的 那麼所以美國發現這樣不行 所以我怎麼辦 它在上面 包括衛星啊 包括指揮全部加密 所以現在 包括全部都加密了以後 以後就可以用這一套系統 那麼他們用這個 也可以在美國的一個基地裡面 也可以在全世界各地的 各地的任何一個地方 什麼意思 我可以在喜馬拉雅山上面 我也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 甚至於在這個等於說 潛艇扶上來 我就直接指揮 然後調動用 利用衛星 直接調動全世界所有的 MQ9系列的相關的無人機 就可以進行攻擊 各位 美國的AI 跟日本的AI 現在正在進行一個 什麼系統呢 你要知道 無人機 跟無人車 無人艦 是現在的發展對不對 對 那如果這套系統OK的話 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坦克 M1A2坦克 為什麼 坦克對坦克 坦克大對蛋 我用AI導入了以後 我立刻可以分析 哪裡 然後目標是什麼 是敵人的是我們的 是盟軍的 什麼樣的坦克 立刻置敵機先 我們現在堂講說 30秒鐘之內 就可以把它發射 對 他如果AI導入了以後 他如果幾秒鐘時間 3秒5秒就知道了 我就立刻 就打出去 我們台灣其實 現在不是民雄 在弄無人機隊等等 我們台灣 也正跟美國 在初步的AI相關的 高科技的軍事方面 進行某種程度 但是不會對外公開的 一個合作 以後 以後 包括無人機 包括無人艦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的 我們的新竹熱山雷達 現在不是 中共不是常常 越過海峽中線嗎 或是繞一圈嗎 對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公佈 除了殲16 殲10 殲11之外 各型號的無人機 我們都要公佈 也要偵測到 因為我都有辦法 偵測出你的無人機 那我問你 當我們的熱山雷達 可以偵測出各式各樣的無人機 的時候 如果美軍現在 正在實驗中 正在實驗中 這套AI系統 OK的話 以後這些無人機 一出現 那個雷達一出現的話 我能夠在很快的時間 很遠的距離 立刻鎖定你 就把你給打下來 那你想想看 以後這套系統 有多麼重要 對軍事方面來講 好所以提回 我們看到未來的戰場 就是AI的戰場 所以現在每一個國家 都想要AI 剛才瑞德提到了 所謂的AI的這個無人機隊 其實無人艦隊 那你現在也要出來了 對你知道 俄乌戰爭 其實就是美國 在測試這個AI的一個 最初始的戰場 我們知道這個計畫 美國這個計畫 其實在2017年的時候 就開始進行了 但是真正落實到戰場上的話 可以說是俄乌戰爭開始 其實我比較關心 是今年的2024年的 RINPAC 就是環太平衡軍演 環太平衡軍演 環太平衡軍演是兩年辦一次 而在2018年的時候 中國被趕出去了 那現在來講的話 他是要針對中國的 那2024年的環太平衡軍演 可能有一個看點非常重要 就是AI怎麼運用在海戰 就剛剛你提到的 在俄乌戰場上面來講的話 黑海 我們看到很多無人艦艇 在這邊跑來跑去 那事實上 美國在本土也在測試 它的無人艦艇 其實我們在兩年前 東春新聞其實我們也去了 環太平衡軍演 當時也是我去的 那個時候 我們其實已經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無人艦艇 無人艦隊 但是其實就像廷文老師你說的 今年他們要把這套AI系統 全部都加到這個無人艦隊上 對他們要做一個整合 因為基本上來講的話 因為他有20多個國家要參加這個演習 對 那基本上都以美國做為主的 那美國他只是一開始在測試 一開始測試的話 怎麼落實到各個盟國 都可以使用到這個AI 怎麼做數據分享 你看日本也在做這些事情 韓國也在做這些事情 那美軍 澳洲還有ACUS 剛剛提到ACUS 他們這些國家 怎麼去分享訊息 然後來做系統整合之後 然後做AI的精準打擊 而在AI的怎麼使用在海戰 因為以後對中國來講的話就是海戰 不是單純只有陸戰而已 因為美國怎麼用這麼大 遠距離的一個遲緣台海 或是遲緣東海南海這個地方 包括在敘利亞那個地方 居然被連續的攻擊 而且是85個地點 那現在來講的話 美軍就直接披露了 他們也不演了 他們告訴大家說 我們在中東用一個AI的方式 用Marvin的一個團隊 來精準打擊敵人的一個目標 他們用這個東西可以怎麼樣呢 他可以快速的去掌握到 你這些民兵 你海上的艦艇 還有你的一個坦克車 他們都把你精準的運算 運算完之後呢 一次出動 在30分鐘之內呢 精準的打擊了85個地點 甚至呢 大家還發現一件事情說 那個時候不是有 美國大兵三個人 在這TOWER22裡面 被無人機攻擊嗎 對 那時候就講出來 到底是誰弄的 就是真主黨的高級指揮官 阿薩迪 阿薩迪的後面就是伊朗 所以呢 美軍第一時間呢 去恫嚇伊朗 叫他不要亂來 然後呢 阿薩迪就死掉了 一瞬間就死掉了 現在來講的話 這個也是跟AI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用一個地獄火導彈 在這個鬧區裡面 這測量在行駛當中 你可以看到說 其他地方都沒有發生事情 結果呢 一個地獄火 就精準打架起來 阿薩迪當場死亡 那這個東西 到底怎麼樣可以精準 可以做到呢 其實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這一個神秘的媽媽 這是他們的第18的空降旅 空降旅在這個地方呢 他有多少人呢 大概有9萬多人 那這9萬多人的士兵呢 他把所有的東西 全部統合在一起 你看喔 這些衛星 他不只是說來拍照而已 他可以偵測到 這是什麼東西 雲塵跟雨水 還有煙霧 他可以整個透視過去的意思 對他可以整個透視過去 然後呢 他可以把這些東西回傳 告訴你說 如果你今天的轟炸機 你要去過去的時候 你會遇到怎麼樣 晴空亂柳或是任何的東西 或者是說 大家記不記得 在烏二戰爭戰場上面 你常常看到說 欸怎麼有個無人機拍著拍著拍著 坦克車就被炸了 那個狀況其實 就是也是 就是Marvin系統裡面 就他們正在看的 對他們可以把一些俄羅斯的大兵 那時候還傻傻的 不知道說 欸我在哪個地方打卡 阿富蒂夫卡打卡 結果呢打卡的訊息 被他們掌握到之後 位置就鎖定了 位置鎖定 然後呢無人機就過去了 那這個東西 Marvin來說的話 在烏克蘭的戰場上面 經歷了50多趟的一個改進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他打了50次的戰爭 在過去來講 我們兩國交戰 可能打一次戰爭 不管是一年或是十年 那就是一次的經驗值 可是用這種方式的話 他就算是可以 upgrade 50多次 你想想看 他的精準度 他的一個訊息能量 是不是越來越大 而且這個50多次是 他每一次都會精準記錄下來 每一次都精準學習下來 對他有一個人工智慧學習 現在來講 黃色的就是敵人 藍色的就是我們自己 然後你再看阿薩迪那時候被殺了 你看喔 連在馬路上面 一台轎車都可以精準打擊 在過去來講的話 這種事情做不到 但現在越來越有機會成形 但跟我們台灣重要的是什麼 印太司令部 有出來講說 把這個AI系統 MARVEN系統 弄到了印太司令部 印太司令部 管的就是哪裡 負責台灣海峽跟南海 那現在來講的話 日本 還有這個菲律賓 還有泰國幾個 金眼鏡石 他們的演習裡面 都是跟這個有關係 所以過去來講的話 台海這個地方 跟南海這個地方的話 本來就是重點機會 重點的一個區域 現在AI已經全面介入了 另外還有一個戰爭 就是AI的戰爭 這個AI戰爭今天 他也要借助AI科技 他借助AI科技之後 他真的 他的AI 他的海底生物 完全都被探測到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你做任何的事情 尤其是你投資股票 你一定要跟AI有關係 這個是智利 他們現在來講的話 這智利的 對 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都覺得說 深海底下的東西 應該說很黑很暗 然後呢 那間生物應該眼睛 都是瞇瞇的嘛 但沒有 因為他們把AI 放到這個無人潛艇之後呢 他自己下去找尋 他很快就找到 這100多種的一個生物 而這100多種 都是以前 沒有看過的東西 以前找不到這些東西 他把這個AI的技術 會自動去尋找 所以這樣 找到 一下找到100多個 對 然後下去找的話 發現說 原來跟我們以前 想像的都不一樣嘛 你有巨大的 這仙人長的一個海膽 而且它的顏色 是非常漂亮的 還有這個千年歷史的 這個竹節三五蟲 最令人驚艷的是說 我們以前都覺得說 海底下的生物 都是比較暗黑色的 你看 這是很漂亮的 而且呢 這個丹琪碧雨 它竟然是用腳在走的 這在過去來講的話 你根本就是 跟你想像中 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竟然是用腳在走路 而且它有一個 這麼大的眼睛 在深海裡面 大家想說 你在深海裡面的話 你不可能有一個 這麼大的眼睛嘛 這是生物 對 這些都是很漂亮的生物 那為什麼說 他們這一次可以找到 因為過去以來的話 你在海底面 你只要往下 太壓的話 你的水壓會非常的痛苦 所以呢 他們現在來講 他們可以把這種AI 把它丟到這個無人潛艇裡面 然後呢 下去之後呢 它也不用傳輸 因為以前常常傳輸到一半 就是斷訊了 你想要把它丟進去之後呢 你可以自己去把 海底下面的水紋 你可以去研判說 到底哪裡會有生物 它自己去找 對 所以它下水一趟之後呢 就可以找到 超過一排種的海洋的新物種 其實你現在看起來 你就會覺得說 這東西好像是外星人喔 我們以前有看過這麼漂亮的深海的一個動物嗎 過去來講的話 你很少下去 然後你下去一趟 你要花非常多的錢 然後呢 沒有多久你就要起來了 但是實際上來講 你把AI就是這一隻 對 剛剛那隻真的很神奇耶 在這種深海裡面 既然你眼睛那麼大 以前我們的印象是說 你在深海裡面都因為水壓壓力太大了 你會把它壓破到 所以呢 大家覺得說 海裡面都什麼 扁扁的 然後呢 暗暗的 現在沒有 就有很漂亮的這個東西 上個小圓球 還用騎走路 對 而且呢 用騎走路真的是非常神奇的 他們說 這個一百個物種 你要花多久的時間 它竟然就是一趟的旅程 就可以用到一百種的一個新物種 跟外星生物 對 真的是非常的可愛 但是呢 這些東西來講 你弄完之後呢 你現在要回頭去探索它 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因為一次來到太多了 這個東西就跟AI一樣 AI它一次給你太多的東西之後呢 你就會嚇到 你後面的東西 你要馬上想辦法 才有辦法來跟上 所以我剛剛講 我一下子拍了一百多種 可是我要消化 我要分類 我要去了解 我要花好幾年 對 我們現在來講 真的是要花好幾年 才有辦法 把這東西給消化好 好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不只是海底探險 你在家裡面 你也都有需要到AI了 這個東西是什麼 以前有紅過一陣子 後來呢 就不太紅了 因為大家都做得出來 Airobot的掃地機器人 現在來說的話 它現在非常厲害喔 它會先去怎麼樣 自動優先清掃最髒的房間 然後它用AI之後呢 放上眼睛 它會避開你家裡的東西 我以前買過 第一代我就買了一個Airobot 用一次就不能再用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呢 我女兒有用那個樂高 那以前的話他很笨 他不管他就碾壓 他就是啪啪啪 他就是把你一個 一直弄一弄 清乾淨 對 然後我女兒看到了 Airobot把他的樂高的人 給吃掉之後就哭了 就不能再用了 所以他所到之處 寸草不是 對 他就是把你碾壓 但現在不會了 現在來講他會自己感測 然後呢 你有髒的地方 我就先幫你去掃 因為你一天來講 不可能所有的時間嘛 你掃完之後啊 你可以幫你 可以拖地 那拖地的話 它可以感應到 手壓的力量 哪邊比較髒 可以往下多 多寫一點 所以呢 這是Robot 然後現在來講的話 Amazon 他們也弄了這個 人型的機器人 包裹機器人 對 包裹機器人 其實過去來講 Amazon為什麼他的股價會 越來越高 因為他用一個Pride會員 你在美國 你只要加一點點錢 你買任何東西都免運費 所以大家都去Amazon那邊買東西 用Pride會員買 可是呢還有一個問題 以前的機器人 以前他的物流 要很大的卡囉 如果不小心東西掉了 他整個會卡住 因為不能運送 可是現在來講 他做成人型的機器人 他有手臂 然後他有跟人一樣的膝蓋 如果遇到不好的東西 或者是跌倒的東西 他可以站起來 他可以跨過那個包裹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利用 所以過去來講的話 你說現在在倉庫 已經有很多這種機器人了 對 這種人型機器人 以前都覺得說 好像是那種科幻電影才會有的 現在都有了 但最厲害的機器人 是現在來講 你可以去煮咖啡 然後呢最神奇的是 他可以去做珍奶 如果台灣的人就會知道 做珍奶 你要一杯珍奶有多複雜 機器人做珍奶 對 機器人做珍奶 你看一分糖 然後半糖 微糖 然後你要加什麼 加珍珠不加珍珠 現在來講的話 他可以幫你精準的去調整 你所有的珍珠奶茶 然後呢你所有的咖啡 以前我們想要喝咖啡的時候 看很多YouTube的影片 然後呢學什麼 學什麼世界手沖冠軍 然後去買他的東西 買了我還是沖不出來啊 可是你有這個機器人之後呢 你就買一台在家裡 他就有辦法可以沖出來 世界手沖的一個冠軍 所以現在來講 這些機器人以後最終 一定會走到你的家庭裡頭 好 那剛剛講的 為什麼現在AI這麼快 是因為剛剛講 伊隆馬斯克居然講 對 每半年我的整個算力增加十倍 現在剛剛講 現在蘋果 現在包括這個商 Google 他的都面臨一些危機 你就算過去再成功 你過去再是偉大的公司 你現在沒有沾上AI的邊 你就完蛋了 而且AI的中心 竟然在台灣 對 我們現在來講 這個話是誰說的 是伊恩馬斯克 馬斯克講的 他說人工智慧快速增展 這個人工智慧的算力 每六個月就半年會增加十倍 很多人就說 你這個特斯拉 半年十倍 對啊 真的很大 然後很多人就說 你特斯拉做的也不好 你馬斯克怎麼講這個 其實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AI的風槽怎麼起來的 OpenAI 他的Chip GPT OpenAI 以前誰是最大的老闆 就是他 當初NVIDIA 還很小的時候 是伊恩馬斯克去跟輝達 去訂他的伺服器 所以當初的黃仁勳 那時候還是小咖的時候 穿了一個黑皮 黑色的皮夾克 跑過去的時候 跟誰拍照 把他的這個AI晶片伺服器 送過去的時候 就是跟馬斯克拍照 所以他是有最有話取權的人 在講這件事情 所以他是懂AI的 對 他是最懂AI的 那後來是因為有些政治的關係 說他離開了OpenAI 好 那重點回來了 以前過去來講 大家會覺得Google會出問題嗎 大家覺得Google不會 他根本就是巨人嗎 然後Apple會出問題嗎 不會 最近這兩家公司都要衰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Google 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的母公司阿5bet 最近來講股價一直下跌 因為他也做生成式的AI 那個時候他先弄一個BUD 結果BUD還沒弄完之後 他想去打這個ChipGPT 一打開 竟然第一場的一個發表會 都拉慘了 掛了 對 他問的問題全部都打錯了 然後大家就說 不行 他們趕快把它改名字 改名叫什麼 改名叫Gaming Gaming之後呢 現在來說他可以生成影片 可以生成照片 結果有人去問了美國國父 我不是很熟美國歷史 但是我知道美國國父 不是George Washington嗎 結果他生成出來什麼 是一個黑人 你說欸 美國現在有一個音樂區 哈密爾頓非常火草 黑人來演 當時已經很誇張 結果阿拉扣這個 他直接就把美國國父 變黑人了 對 因為他們都是進步左派 他覺得說你不能有白人的優越感 所以呢 明明他歷史上有一個人 叫George Washington 他是白人 他不行 他生成黑人 然後你去生成德軍 德國二次世界大德軍的時候呢 他也變成黑人 變成就算了 要進步左派 對 進入文 然後變成亞裔 然後女兵 你就覺得這跟歷史都完全不一樣 然後山大皮雀就說 他出來道歉 他說這一定是不可以 原諒的一個錯誤 所以 如果你今天 要去問德軍 他會生成這種樣子 對 然後呢 他現在來講 山大皮雀他改不了這個東西 因為你上面的指令下達不了 因為他們下面的員工 自主性非常高 你仔細看 他們的想法是對的喔 他們覺得他們是進步左派 他們要扭曲這個 以後你去Google 你去查圖片的時候 如果小朋友沒有讀過 他會不會覺得真的 這個就是國父 他們美國的國父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這個股價就一直往下 然後呢 這個Apple也是 Apple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辦法走出Siri的一個困境 很多人就說 Apple他出了一個筆電 然後突襲師就說 我們也有AI 我們也有M3的一個晶片 可是M3之前就有出了 他突然拿出來賣 然後告訴大家說什麼 這些東西都跟AI有關係 可是大家網友 大家買不買單 大家就說 你那個Apple的手機 你那個Siri沒事叫他幹什麼 他只會回答一件事情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如果你這個東西跟不上的話 包括Google的母公司 Alphabet 跟Apple的股價 我覺得不會好 允賢 我們剛剛看到了 伊羅馬斯克在講 所謂的AI生成的時候 真的會有一種精細 核細的一個感覺 他是最早看到AI實力的 後來他覺得AI實力太恐怖了 他就轉去做特斯拉 他就跑去做那個SPEX 結果沒有想到過去 他是王 過去他的股價是 就現在輝瑞已經是全世界第三大市值公司以後 我們來看特斯拉 特斯拉是腰斬又腰斬了 保安個人生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你看著過去的無下阿蒙 如今爬到自己的頭上 這個就是伊羅馬斯最好寫照 有這麼慘嗎 請問第一個找到AI 是一個商機人是誰 是伊羅馬斯克 是他看中這個商機 結果他眼睜當時輝達還找來合作 還來拜託他把他當老大哥 看到他也欣喜若狂 他說哇 你拿我的訂單太好了 結果後來也是因為AI 馬斯克放棄了這個戰場 放棄了這個場域 實施交臂 結果最後面誰趴起來了 回答NVIDIA趴起來了 公開報告 NVIDIA你仔細看 這個真的是叫做黃金交叉 NVIDIA近18個月股價漲了7倍8倍 結果你看伊羅馬斯克 7倍8倍 對 因為他握著什麼 AI商機 結果放棄AI的馬斯克 產生什麼狀況 股價從年初到現在跌了25% 只剩下188塊美金 各位啊 之前我們講他最輝煌的時候 那時候電動車請盡一時的時候 他應該是倒過來 881才對 怎麼現在股價變成這樣子 理由很簡單 他把所有的籌碼 都傾注在只有電動車上面 對那你傾注在電動車上 原本是沒問題的嘛 對 但遇到一個大問題啊 中國 我現在看到了電動車 我看到了中國市場 我把我的電動車帶到中國 沒有想到把自己帶到地獄了 對就遇到一個倒楣鬼 自己變得更倒楣 沒有想到 原本想說我技術轉移 把我的工廠 把我的生產線 拉到中國去 可以cost out 來增加更好的精品 結果沒想到不是 因為你讓你原本的精品變成什麼 青菜拔蠟 中國把特斯拉的電動車 變成了青菜拔蠟 我從一個數字來 各位你看就知道了 以前特斯拉在賣 2022年 那個時候還算搶得抓不到 對不對 他的毛利率有多少 25% 很了不起耶 賣車廠可以賣到25% 算是很厲害 這個叫什麼科技業水平 就到了2023年 變成只剩下18% 還會繼續往下掉 這是什麼 接近快變傳統產業 因為他不斷的在降價 他不降價 他就沒有辦法跟比亞迪競爭了 對而且比亞迪這個人心狠手辣 到現在為止各位講 還要繼續 因為為什麼 原本的整個電動車的核心概念 就是電池 比亞迪跟你講 沒有我們經典度電池 又可以成本cost out 22% 一直在玩cost out 所以各位你看到 現在整個價格戰殺到多慘烈 特斯拉耶 他在講喔 我們現在要折扣可能說 哎呀從這個 34600人民幣 這個叫做什麼 還要再折扣 折扣15萬塊 我再給一個數字就好了 台灣特斯拉一台 你知道賣多少嗎 Model 3 賣170萬 就賣170萬嘛 你說在台灣 賣170萬 那中國呢 80萬 80萬 原本是這 各位 這件事情我先幾個月前 才跟大家介紹 不過那時候我講說 哎呀中國市場比台灣便宜 大概30萬對不對 你看速度有多快 回去看之前的關鍵 幾個月超便80萬了 嚇死人耶 難怪你現在看到 特斯拉的感覺 跟以前不一樣了 我快快報告 這個叫做價值毀滅 寶傑哥 你能想像嗎 我本來砸了300萬 開了一台特斯拉在路上 結果隔了五年之後 我看到一個大神 看到一個大媽 看到剛畢業的上班族 開了三十幾萬電動車 哎 兄弟 我跟你一樣都開電動車 所以你說 我本來開電動車 我是跟布萊特比特一樣的 我是跟這些 好萊塢明星一樣 可是現在 跟中國大媽一樣了 對嘛 所以他就把它完全毀滅了 而且最可怕的在哪裡 中國還有玩沒玩 他沒玩 因為以前 特斯拉你知道 他廠牌推出了 他為什麼都只有幾款而已 就是比如說 Model 3 Model Y 然後都沒有幾量 對不對 因為他重值不重量 就像你去找那種名牌店 他不會給你五花八門的款式 就是這樣子 但你知道他現在精品 纏到什麼程度嗎 他的Model X跟Model S 這是他最頂級的產品 你知道他賣了幾輛嗎 47輛 十位數 有夠財 根本沒有人要買 而且你知道更殘忍的是什麼 現在中國這些人 真的發了狂 你說包括他們 有些什麼比亞迪 然後這個未來汽車 他們怎樣 小鵬汽車 就一年給你推30輛 40輛 而且30輛不同的車款 對 你知道為什麼他們 沒有辦法設計這麼快 他們平均統計 一般正常的精品汽車 可能大概4.3年才能推出一塊 新的大改版 但是他們不是 他們六個月就可以 您知道為什麼嗎 它差別在生產的方式不同 以前那種汽車就是要一條龍 比如說我先做一個板模 然後開始測試 測試完之後再旁撞測試 它有一個產線 那中國不是 他們用想的 就我直接電腦繪圖 這個AI生成 然後設計 把你通通畫出來之後 管他的 反正我們就同步一起 你先坐再說 你知道成功了怎麼辦 成功就 good job 失敗怎麼辦 掉到垃圾桶裡面 管他的 反正我就要去想問 他沒有成本概念嗎 反正我同步 都是用電腦上模擬 而且可怕在哪裡 你以為他是用爛東西嗎 不是喔 他都自己用最好的 反正我就是地大物博 資源多 我給你硬搞 比如說他們現在最近 你像未來推出一款車子 他這款車子號稱說什麼 我裝載了包括整個 四個音業 音韋達的這種晶片 而且晶片之後 我所有東西都用最精簡的方式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要等待未來可以再升級 等於是我用一個 最高規格的產品 原型進去 輪胎 引擎 外裝 然後包括裡面的晶片 電腦設備 什麼All-ring 都用最好的 然後我等待什麼 未來軟體可以更新 再更新 再更新 所以代表他根本沒有要 停下來嘛 但這樣會不會付出什麼代價 當然會 就是製造出一大堆垃圾 保麗哥你知道現在在中國 除了我們講 太陽能板之外 還有很多垃圾 墳廠 電動車墳廠最多 為什麼想說電動車墳廠最多 這電動車墳廠 對 因為他們現在各地 就是大量 我三年推三十台車子 那其中有二十九台車子 肯定不會中的嘛 那反正我中那一台 我再繼續推教 那剩下來就變成什麼 就丟了 丟了 保證你仔細看喔 這每一台車有一個特色 都製造一樣 長得一模模一樣樣嘛 代表是什麼 同一批生產出來 同一批我直接新車 直接把它彈下去 好 另外就是 現在全世界都在防堵電動車 現在美國緊張得要是 雷蒙多曾講 我不要讓中國電動車 你有互聯網能力的電動車 不要進來 他說不然的話 你讓它進來以後 中國是有 真的有能力 同時讓三百萬輛的電動車 同時停住嗎 對 沒錯 你可以注意到最近的 這個電動車的市場 好像有一點點比較降溫 為什麼 因為美國有意無意的 要讓它降溫 美國要降溫 因為都讓中國市場 這個好了非常多 尤其是雷蒙多最近 說了一件事 他說假設路上有三百萬 中國汽車在美國路上跑 結果沒想到 中國能夠同時 讓他們吸火的話 這太可怕了 中國汽車已經威脅到 美國的國家安全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在中國某個地方 他可以同時 控制所有中國做的電動車 對 沒錯 為什麼 因為他是說你看 我們美國如果有很多 中國車在路上跑的話 或是全世界 他們都會把數據 傳回中國 也就是說中國會獲得 非常多海外的龐大的Data 然後他們在用過他們的人工智慧去 獲得更多的資訊之後 讓他們的電動車發展會更好 所以為什麼美國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他不要讓中國生產的電動車 到美國來的原因 就在這個地方 那也是伊隆馬斯克 為什麼他最近在美國吃憋 因為他都只能 他在美國的工廠 生產的沒有那麼多 他現在生產最多的 在中國市場 在德國市場 沒有在美國市場 所以他目前為止 在美國的市占率也開始 接接下滑的狀況 好 那除了這個目前為止 美國可能會禁止這個 中國的電動車往海外發展 包括歐盟可能要針對 中國的電動車 進行調查之外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美國現在要 防堵中國的AI 我們到最近一段時間 不是NVIDIA 他有發 NVIDIA在接下來 接下來一段時間 他有兩款針對 中國設計的晶片 這個最近要開始接單了 但是這個部分 獲得美國的許可 為什麼 因為美國就是說 你這個符合我們美國的標準 因為美國要求你的運算能力 不能夠太強 那這兩款來說 約莫都是只有 目前現金晶片的 大概七分之一 到八分之一的運算能力 所以等於是說 運算能力跟美國有差 沒有問題 美國可以讓這兩款 放心 可是他現在針對AMD AMD他有一款 這個針對 For China的這一塊 他現在跟 美國政府 已經行為給AMD說 你這個運算能力 還蠻強的 我們目前為止 這一款可能不讓你 賣到這個 中國去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要事實上 美國現在 雖然說美國現在大選 可是顯然 美國的這個 美國的這個官方 還是會用很多方法 在阻礙中國科技的發展 美國對這個中國的 這個科技封鎖 特別是半導體的封鎖 好像有開個人道走廊 給他生活 就說你可以買這個 生紙外光機 然後我們可以賣一些 所謂的產品都給你 可是我跟大家講 這叫做請軍入翁 請軍入翁 現在準備要給你大屠殺 為什麼要大屠殺 這一招真的非常狠 你說現在美國對中國 真正大屠殺開始了 對 這個真的非常狠 為什麼我說非常狠 你看這個是布倫貝爾發這個的新聞 他說美國敦促猛國在晶片技術上 更進一步的擠壓中國 這擠壓中國來說 他怎麼擠壓呢 他現在對荷蘭要這個 要伸出這個說 你荷蘭的政府要要求你艾斯摩爾蘭 未來怎樣 不准在這個 這個所謂的維修還有服務 都不能夠給他 我東西都賣給你 我東西賣給你 我就道義上 你東西壞了我總要幫你修吧 你零件壞了我總要提供零件嘛 現在這種零件服務維修都不可以了 我為什麼說這招非常狠呢 抱歉 你知道 因為之前我不是說開人道走廊嗎 所以呢去年的時候 中國拼命的買艾斯摩爾的這個機台 你看這是艾斯摩爾的這個機台 本來在Q1的時候只有這個8% 這個中國只有佔這個艾斯摩爾出了8% 到第三季拍了46 第四季39 拼命買 中國拼命買 能買都買 所以為什麼這是人道走廊 中國認為是人道走廊 就說我趕快買趕快買 能買都不買 可是問題是你買完之後 我再給你殺招 你之前買的全部都不能夠用了 所以全部變成廢鐵 真的 如果沒有維修沒有零件的提供的話 買的這些艾斯摩爾的器材會變廢鐵 完全沒有 為什麼廢鐵 因為裡面很多器材的話 現在德國 現在美國也要封鎖 譬如說你看艾斯摩爾裡面 他又用了晶片 晶片是誰做的 菜絲 他就說你德國菜絲 你也不能夠賣給他 雖然不是只有艾斯摩爾的人不能夠進去之外 你可以 這個中國就想 我去跟菜絲買就好 我跟廠商買 不行 你沒有菜絲的 這個光刻機的這個晶片 不好意思 你沒有任何解決方案 你說晶片有問題 還不能更新 因為沒有任何 全世界只有菜絲磨得出來 我們說過 那個晶片是要怎樣 從地球到這個台灣的 從地球到這個月亮的距離來說 誤差不能超過一公分 你知道這個是多精密 這全世界只有菜絲磨得出來 所以我才跟你說 美國是真的鐵了心 讓你沒有任何發展的可能性了 而且更可怕的 剛剛講的光阻計 氣體 你曾經講過 在整個等於說 等於說 晶圓廠裡面 管制裡面都是氣體 這個氣體也不能賣了 對 他現在怎樣 連光阻計還有氣體都不能給你 你看光阻計 我們看光阻計多重要 我們不是說嗎 日本政府跟韓國打這個貿易戰的時候 他就把光阻計進了之後 三星就被偷偷偷了 他現在都不能夠賣 連賣都不能賣 光阻計的JSR 新月化學 你都不能賣給這個中國 這個幾乎是完全讓你動都動不了 所以你看目前為止來說 你看 德國的這個副首 他們的副首相 這個哈貝克 他本來就在這個目前為止 跟這個雷蒙都在說話 所以現在等於是 美國是灑下一個天羅帝王 所以才說嘛 他還請軍入奉 讓你買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然後你買那麼多之後 現在全能變成廢物 所以你說美國現在在這個 所謂的晶片產業 AI產業上面 是 非要置中國於死地嗎 對 那為什麼美國要封鎖中國的晶片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現在呢 AI開始崛起之後呢 他要讓中國的AI呢 可能就盡可能的拖住你的發展 他也知道中國的AI發展是相當迅速 你看為什麼 保證 你看 這是中國目前為止 這個2023年 去年呢 他們在做所謂的大型地圖 AI大型地圖 這麼多家公司在做耶 沒關係 這個比較大的 他還是有AI採驗 還是有AI採驗 像什麼浪潮啦 或者說謎土啦 或者說很多公司 他一大堆 阿里巴巴的生態系 華為的生態系 騰訊的生態系 一大堆你看 百度生態系 京東的啦 商湯一大堆 中國是 他們也知道 未來AI是個非常重要的 所以中國也要發展啊 中國請全力 你能夠買多少東西 買這個多少GPU 買什麼全部都給我買 所以中國買了很多很多阿 聽說當時 你不是開了H800 A800的這個後門嗎 是 中國全包了 全包了 你知道你事實上 騰訊現在還說什麼 我們現在有大量的庫存阿 他們就是阿 他們早就知道 美國有一天會這樣做 所以他們收集了一大堆東西 但是呢 沒關係 美國現在就是這樣 過去就讓它過去 你有的好沒關係 以後 然後我現在 這個我剛才講嘛 先斷你這個A800 H800 這種所謂晶片的後路 然後你要自己做呢 不好意思 我再把你斷 所以要等於前前後後 把你圍得密不透風 任何一點扣氣都不讓你活 所以我好不會發展 這個AI大規模的產業生態 你會變成一片廢土 對所以啦 為什麼你看這幾天的時候 王毅就很生氣嘛 他就說什麼 我要強調 在人工智慧上 如果搞什麼小燕高強化 會犯下新的歷史錯誤 不僅阻擋不了各國的 這個科技發展 還會被破壞 國際產業鏈的供應鏈的完整 削弱人類應對 風險挑戰的能力 欸 他特別挑 踢出來 GPU的高禁令 所以你就知道 欸 王毅說了這麼生氣 你就知道說 他這個AI真的是 打到了中國的痛處嘛 而且為什麼 美國現在敢做這件事情 原來美國有一個智慧 他去做了研究了 是 做了研究了以後 他發現之前 中國還在想 我在AI 我有可能超音趕美 我還可能趕上了這個美國 對 可是可怕的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當Trap GPT形成之後 對 整個中國已經完成 完全不是美國對手 對 到美國確定已經完全不是對手之後 他就開始嚇殺招了 對沒錯 事實上在幾年前的時候 AI的發展啊 事實上中美真的是差不多的 甚至連這個Google的前執行長施密特 因為他是被 被美國邀請到的時候 就是負責美國的AI 所謂科技產業的總統領事 他當時才說過 他說2020年疫情爆發的時候 他說中國的AI技術 在2030年可以超越美國 他當時說 那時候美國都很緊張 所以美國就說 我們要封鎖中國的AI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人這樣說了 連中國自己也說 我們根本追不上 AI沒機會了 沒機會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有Trap GPT 現在Trap GPT已經發展了好幾個世代了 現在中國呢 連Trap GPT的功能都追不上 那你更不用講 後續推輸的這個 這個完全都追不上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們都需要美國的晶片嘛 那美國現在晶片給你卡住 那你根本就沒有辦法 有最新的這個狀況 我們昨天不是講到嗎 每一大約末是幾個月 就十倍數 六個月就十倍數 每六個月十倍數的勝利 那你看已經拖了多久 拖了多久之後 你怎麼可能做得起來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的整個技術 已經是遙遙落後 整個美國的這個情形 而且再這樣打壓下去的話 它的AI真的已經出現了虧損 已經出現了泡沫化的危機了 對沒錯 好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AI來說 中國過去一段時間 有非常重要的公司 叫韓武技 那韓武技來說 你看 這是韓武技的公司 它最近一段時間公佈財報 你看這是虧損 從2017年 2018 2019 2020 2021 越虧越多 全部都虧損 那為什麼會虧損呢 事實上它 韓武技做的是什麼 它做的是晶片 過去呢 在美國還沒封鎖 這個中國的這個相關的 武奈這個新進製程的時候呢 它其實虧了並沒有很多 但是後來開始封鎖之後 因為它沒辦法做出晶片 沒辦法 因為它要下單給台積電 下單給這個 國外的這個晶片業者 沒辦法下單之後 它就開始 不斷的裁員 不斷的裁員 你看 它現在 在去年上半年 2022年的時候 它的這個研發人員是1270個人 現在已經降到908 而且現在一直不斷的降 一直不斷的降 很多項目都說 我們已經不做了 放棄了 就是說很多項目 不做不做不做了 那事實上 現在為止來說 韓武器整個 這個實力相當相當糟糕 那為什麼這樣說 第一個 韓武器過去 有一個叫做梁軍 梁軍他最重要是什麼 他是跟 他從華為跳槽出來的 那從華為跳槽出來的時候 早年 他們跟華為有一些 相關的研究計畫跟合作 但是後來華為就說 那我要自己發展 再加上說美國 對於韓武器 就直接把它列為說 AI的這個制裁對象之後 他拿不到新晶片 他就變成是 持續虧損 而且走不出泥鬧的一個局面 所以現在在中國的AI產業 你要不要就是虧損 另外一個狀況就是 你所有的創辦人 一個一個去職了 對我們剛才講到 AI的這個晶片之一來說 就是韓武器 還有另外一個公司 非常有我們叫 碧任 碧任 碧任原本被認為說 是中國最有可能挑戰 NVIDIA的公司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在做這個挖礦機 挖礦機就是要有很多GPU 對 他的技術算是不錯 世界數一數二的 所以他如果把它轉成 做這個所謂NVIDIA的 這個所謂 他是有能力的 可是問題是美國已經封鎖它 美國在去年開始封鎖它 封鎖它之後 他就開始沒有辦法拿到最限 他原本是下單給台積電 用所謂5奈米的技術 就被美國把它封鎖之後 所以你說 台積電在發展晶片的過程裡面 不管是5奈米或是3奈米 最早的客戶都是中國 對 中國都有來下單 但是美國封鎖住之後 美國就發現到 這個不行 要把你封鎖 所以他封鎖之後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適當地在過去一段時間 有非常多融資 就是找一些大股東 大股東都是國內中國大陸 非常知名的 覺得這家公司一定會紅 就被想到現在怎麼辦 現在聯合創辦人交國方 還有聯合創辦人之一的徐凌杰 他們現在都已經離開了 因為為什麼 他們說沒有這個散能之後 我們還玩什麼玩 所以你看現在中國 國內我就講 現在全世界在牆外的AI 是一片生龍活虎 你看台積電今天又創了 七百六十九塊的這個新高 全世界大家都在這樣 但唯獨你不覺得 中國是相當相當的沉疾 跟相當的落寞 因為他完全玩不到這一場 AI盛宴嘛 所以他就完全被 踢除在AI浪潮之外 而且美國現在對中國的封鎖 多麼無情多麼殘忍 多麼兇狠 可以從一個例子看出來 我們這不是講嗎 當時像Porsche 很多像那個什麼 很多的車子 進到了美國的港口 就被退回去 退回去之後就說不行 你這上面有中國的零件 就把這些廠商嚇死了 嚇死了 趕快去調查 才妙了 原來這些 他們講的 這些其實Porsche的 這些很好的車子 只是用了一個小小的設備 這個小小的設備 在這個車子裡面 九牛一毛 這非常一小部分 連這個都被美國抓出來 你只是因為這個零件 用了中國的零件 就被美國踢出去了 對 你就知道說 從這個案子就知道 美國到底對中國 是多麼的封鎖的 多麼誇張 這可能連這個 這台這是什麼車 Volkswagen 他送到美國去的車 原本要運進去的時候 美國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你這一批 完全不能進 Volkswagen當時來傻眼 為什麼 他說你們有一個 這個變壓器裡面的 一個小零組件 這個他還把這個批號都說出來 照片都找出來 這個呢 是中國一個叫 四川經緯達科技製造的 對 那這家共識呢 是我們因為它有違反所謂勞動的 新疆勞動相關的 被我們列入實體清單 你居然有它的產品 結果呢 Volkswagen 這麼大台的一個地車 這麼小一個零件 因為這個小零件 車子就進不去了 而且車子的話 大概有十萬個零件 美國就找這個零件出來 那總之這個出來之後 Volkswagen自己還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說 我們查了我們的T1 沒有 結果他是怎樣 包來包去包來包去 包了好幾層之後 有這家公司 結果他才發現 真的這樣 結果他就趕快傻眼 說我們會馬上換 結果另外一個 人家現在又在調查 因為在這個所謂 經緯達公司上面來說 有BMW的這個Mark BMW馬上就說 我們沒有生產 就這樣 大家都多害怕 所以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 你就知道 美國對中國的追殺 到底多誇張 一個十萬個零件裡面 他居然可以找到 那一個中國的零件 好 輝城 剛剛講你過去的 保實化產業 你說這個真的非常恐怖 現在不但是說 你ASMO不能賣 ASMO就算賣進去了以後 你現在的零件的維修 你也不准賣 包括 你說那我就跟零件廠商買吧 我跟蔡司買 蔡司不准賣 包括我在做這個 所謂的設計過程裡面 我需要很多的光阻計 我需要很多的氣體 這些氣體也全部把你封殺 真的上窮壁落下黃泉 更可怕的是 它居然把中國原來 秘密建立了一個管道 這個管道是要跟西方世界 來學這個晶圓設計的 比利時公司 這比利公司我們從來沒聽過 現在連美國都封殺了 是啊 事實上呢 美國現在之前 應該說過去兩年 進行一個CHATFOR CHATFOR 就是要把什麼 美國啊 然後日本 韓國跟台灣 聯合起來 建立一個 排除中國的一個供應鏈 尤其在經驗半導體這個部分 那現在一步一步 所以為什麼日本在去年的時候 宣布有14項 非常關鍵的化學品 不可以出口到中國去 就是因為美國老大哥一聲下令之下 那現在這一把手 可能連歐洲的這個後門都要關上了 為什麼 因為最新的一個外媒報導 他說呢 本來在從早 從2011年2013年 甚至到2015年 歐洲有一個半導體研發重鎮 叫IMEC 這個單位 事實上它是非常多的國家 有70多 70個國家 3500個人 都在這個IMEC的這個地方在工作 然後呢他們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曾經跟中國進行一個合作 合作到就是說 有一些技術上 我們可以是互相交流的 甚至在什麼時候 2015年的時候 還成立合資公司耶 結果後來最新 所以你跟你說 中興還可以活得下來 華為還可以活得下來 是因為他們建立一個 我們平常沒人知道的管道是 它跟比利時的這個IMEC公司 從這邊學到最新的技術 對 現在也就是這個技術 變成了最後的這個活命要單了 但是可能也要被關上這一道門了 為什麼 因為更根據最新的媒體報導 他說這個IMEC已經開始轉向了 中國這兩個字 在晶片產業裡面 等同於是髒話 等同於是髒字啊 不會再加密有關係 有關係的話 馬上就會受到美國的壓力 直接告訴你就是來到美國的壓力 而且美國的目的是在幹嘛 就是在切斷中國獲得先進晶片的管道啊 所以把話說得非常的清楚 美國現在施壓 歐洲這邊也要切乾淨 跟中國這部分的關係 所以在晶片產業裡面 中國就像一個髒字 對 沒人敢碰 對 而且你要知道 我剛剛特別提到這個IMEC 它事實上不是一家公司 它有點像是一個研究機構的概念在 而且這個研究機構每一年 是都從歐盟補助1.34歐元 所以那時候他們有一點是要建立一個 就是說半導體世界的一個 瑞士中立國 所以任何國家跟我 只要有一個像技術相關的交換 原則上我都是可以合作的 所以你知道 剛剛我們提到這家公司 這個單位什麼時候跟中國合作 最 2011年他們已經有開始一些訊息 最重要是 竟然在2015年的時候 有一個畫面你知道嗎 包括比利時國王菲利普 還有跟習近平 還有其他的一些相關的代表 竟然就跟 到中國去訪問 然後簽了一個合約 簽這個合約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有四方要進行合作 然後各自持股 什麼兩成三成的情況之下 要弄了一家公司 所以IMEC跟中國的一個合作 是比利時的國王 跟習近平 兩個人一起開會 一起簽下的這個協定 那簽下這個協定 現在在美國的壓力下 要把它給打叉叉了 是 合作要進行終止 而且你知道他們就說 他們是包括剛剛提到的 IMEC 中芯 華為 還有高通 現在連高通都在這裡面 成立這家公司 就叫什麼 中芯國際集成機體電路公司 然後他們當時IMEC的那個執行官 還說 我們這個合作 其實我們是非常看好這個市場 最重要一件事情 我們是要從14奈米 做這個合作的機台 然後持續往下 我相信這個基石 將有利全球的這個機體電路發展 記得他們的合作時間點是什麼 是2015年 所以從2015年一直到現在 已經過了幾年 過了9年了 為什麼突然喊卡 就是因為發現 美國現在一步步進兵 這個整個亞洲 整個美國這邊 已經確定說 不能跟中國逃來 暗去之後 連歐洲這個門 也要把你給關上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講 那中芯呢 中芯還好嗎 中芯現在狀況如何 現在最新的一個報導出來 他們的報導是說 對 我們中芯還是從7奈米 繼續向5奈米挺進 中芯也搞5奈米 他們的報導說 我們現在向5奈米挺進 而且我們現在是 大概量率是在5成左右 可是我跟你講 關鍵就在它財報當中 因為很好笑 他說2023年我們業績不好 然後移收只有63億 比2022年少了 可是你看那個圖裡面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你看它的一個 金圓收入裡面的分析 你會比較藍色的2023年 跟最右邊的2022年第四季度 你會發現什麼呢 就是電腦跟平板 2022年的它的營收佔比 只有19.9% 現在拉高成30.6% 然後比較先進製成的 包括護聯跟可穿戴的 還有汽車這個部分的 從2022年的是2.3% 然後降到現在的7.6% 中芯前途堪憂 好 所以董事長 現在美國這個東西 也太狠了吧 人家東西都賣了 道路上也要給人家負責維修 結果現在不可以提供維修 不可以提供這個 所謂的零件提供的服務 現在王毅講的說 你不要給我搞什麼小面高牆了 對 為什麼美國在這時候 突然間連這個已經銷售的 艾斯莫的設備 包括這個售後服務都全面進行 對 理由何在 理由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個應該影響不大 因為所有的高階半導體的控制 包括軟體 包括NVIDIA 這個部分 美國已經完全掌握 而且絕對領先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今天7號 這個王毅的記者會上講的這個 批評美國對GPU的禁令 這個NVIDIA的東西 對 就是它A100嘛 對不對 所以他講的是什麼 他說你不要在AI方面也跟我搞小院高牆 對 那些美國是什麼 美國就衝著AI給他搞小院高牆啊 就是封鎖你啊 可是我現在不懂的就是說 你第一個 王毅為什麼要公開講這個事情 他公開喊話什麼目的 什麼目的 我給你公開喊話 美國會放過他嗎 不會放過 那他講話幹嘛 他說自負其短 怎麼會這樣子呢 對 一定他有別的目的嘛 對不對 因為他知道美國在封殺他 一定有 不光是經濟 一定還有政治目的 好的 第二個問題我請教你一個問題吧 為什麼艾斯摩的舊社會他要管制他 這個 這個影響不大嘛 沒有先進製程的啊 對 可是沒有 就是毀掉你的 你的 你的這種所謂的傳統製程也一起 一併跟你毀掉嘛 那你根本一點機會都沒有嘛 這自財於死地你剛剛講的 或是 或是他是有等的要談判用的 他這個因為 你說美國要等的談判 我問很簡單 荷蘭為什麼聽他的 荷蘭為什麼聽美國的嘛 因為荷蘭原來這部分已經答應了喔 而且這有簽了合約喔 這個合約下去的話 如果不能做的話 荷蘭是要賠償喔 對 所以荷蘭當時這個事情 特別跟美國跟聯盟都協商過 說我已經賣出去的東西 我要繼續完成我的合約執行 那個合約是長達20年以上的合約 長期的 長期的保養的 所以那這個時候 而且中國的工程師他有 長期他有一個分公司在那邊 幹這個事情 他連這個都幹 對 所以表示什麼意思嗎 因為很簡單 7號 所以這兩天發生什麼事情 你要注意看一個重要的事情 因為美國的共和黨 跟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 都出來了 大致上通通確定了嘛 拜登對川普 拜登對川普這個局已經成型了嘛 在成型的時候大家怎麼辦 看誰比中國狠嘛 誰殺的狠誰就是老大嘛 所以要開始就對中國出招嘛 所以難怪之前 紐約時報還有華爾街日報講 今天不管川普還是拜登 最大的輸家是中國 所以他就開始 兩咖開始要進入耍狠的階段了嘛 所以一定是要找中國麻煩是主要政策嘛 中國在支援烏克蘭 所以這戰事就變成讓這個普丁 有這個反轉的可能性 對 而普丁也現在幹掉政敵 要準備連任了嘛 整個情勢對普丁有利 所以歐洲先面臨到絕大的威脅 然後川普再一出來的話 他撥款就停止了 所以這個事情大條了嘛 這個開始的時候 天翻地覆的變化開始 你看它兩個動 你這個圖上有兩個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荷蘭態度堅定了嘛 對 荷蘭態度 他們沒有答應了 但是我覺得過兩天不敢開笑 比利時已經跟著走了 對 因為這小國不敢動 最重要大國 你看德國開始 它跑去跟美國跟著聯盟多談 對 因為很多的化學材料 是德國可以給的 不是 還有更嚴重的問題 德國現在面臨到一個 產業衰退的問題 德國的AI全部落後 所以它要跟聯盟多談 因為它現在德國的GP 德國的軍人 它的軍事預算 已經在調高到2%以上 甚至往3%去邁進了 而德國最近這兩天 幹了一個 幹了一個爛事情你知道嗎 德國的長程導彈 它消之不願意賣給烏克蘭這個事情 已經變成整個歐洲炸鍋了嘛 他不願意賣的理由更離譜 他說因為 他的整個編程後台的作業 要德國的軍人 到烏克蘭的戰場上去幫他操作 那這種事情 結果搞得變成跟美國不一致 對 所以現在德國 現在跟美國的矛盾也不自然加深 然後現在有個共同的敵人 現在變成 所以變成 美國在威脅歐洲的盟邦 重新整合起來 對付誰 對中國 所以你看到沒有 整個全部的策略 因為它內部的選舉 因為它歐洲的矛盾 還有中俄 中歐關係的挑戰 現在通通開始了 所以它全部集中火力 一起要置中國於實地 是喔 另外你剛剛講的 台積電現在剛剛講的 瘋狂 火速的往上漲 那台積電到底有什麼地方 導播你現在看到影片 這是我以前想都沒有想到的 你現在剛剛講的 在整個汽車產業裡面 誰是王者 豐田張南 你看到沒有 豐田張南主動到一個辦公室 到一個辦公室 誰在那個對方等他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魏哲家在等他 魏哲家還手插口袋 什麼時候 魏哲家在辦公室裡面 豐田張南這麼認真的 跑去見他 而且 畢宮畢盡 對 事實上豐田張南是什麼人物 豐田的這個創辦人 他們的家族 而且目前為止是豐田的會長 照理說他在日本也是想當當 他是日本市值第一大公司的這個老闆 他剛才進到這個辦公室去見魏哲家 你會覺得那個感覺很像什麼 老大在見你的感覺 真的 我們以前曾經講過 誰等著見人 誰就是老大 是沒錯 而且人家魏哲家還是用 一隻手插在這個褲帶裡面 這樣很輕鬆的 跟他在那邊交談的一個狀況 好 那為什麼這樣 這是我想都想不到的畫面 對 沒錯 豐田張南跟他講了非常多 講了非常多的 包括說未來怎麼發展的這個狀況 魏哲家跟他說 我們未來的車用怎麼互相合作 這樣講完之後 本來他們魏哲家就說要離開了 我們握手離開 結果沒想到豐田張南說 等一下這樣 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他可以拍照 所以後來他們就拍照 就留下合影的狀況 所以這樣事實上 以前大家都知道 拍八個豐田張南說我要跟你拍照 現在的豐田張南 會拉著外澤家說我要跟你拍照 而且你仔細看 豐田張南的小動作 他在那邊之後 好像有點拉著這個衣服 有點緊張的這個感覺 他會把衣服拉直 對就知道事實上 你看他們拉這樣 有點這樣子 很緊張的感覺 這個主客意味 其實是有一點意思的 所以事實上 顯見了 這一次的台積電到日本去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日本是把你 有些日本人說什麼黑船在你 但是無論如何 真的是不一樣 為什麼 真的是奉為上兵 我跟你講豐田張南 他有出席這個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JSM的開幕典禮 他有去 我們給大家看 他在什麼地方 他在這裡 這是豐田張南 你知道主位在這邊 主位是這邊 對不對 他是在主位旁邊 豐田張南 堂堂的 Toyota的會長 他居然是在這個位置 在衛哲家 那這是Sony的半導體 這個負責人 然後這個中心位置在這邊 這邊旁邊是 日本的政界人物 你看 豐田張南 他在什麼地方都是C咖 他這個地方變成小咖 但是他說 我一定要去參加這個 剪彩儀式 但是當然 你這次來的時候 這個台積電也是給你 非常多的這個 讓你好看 雖然台積電的這個 除了在開幕的時候 有播這個建廠的這個影片 還有做了說 未來我們車用 這個電子 怎麼跟日本互相合作 這個狀況 所以這個熊本廠 跟車用晶片是非常密切關係的 因為在放這個熊本廠 建廠晶片的時候 他們有個影帶 影帶特別強調 我們在車用晶片上的製造 是非常出這個主要的 那這也為什麼豐田張南 要來建這個位置的家 最重要的原因 我跟你講 現在的這個車子 還沒有到電動化 在現在的這個車子裡面來說 大概用到800個這個晶片 但在未來電動化的過程裡面 或全自動化的過程裡面 可能現在的推估要 可能一台車要 一萬個晶片以上 那一萬晶片 請問現在豐田 它的晶片從哪來 沒有地方來 所以為什麼他要去建台積電 就是說我一定要跟你 這個互相的合作 而且他只能跟台積電合作 對 那不能跟三星跟Intel嗎 當然不行 保證 目前為止來說 三星跟Intel 他們這個技術能力 都不太能夠做下去 而且這一次的豐田 還有入股所謂的二廠 二廠是要做先進製程 未來是要做那種 比較重要的 什麼CPU那些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是 沒有台積電的話 其他廠商很難做得出來 為什麼 我們要講 上現在全世界有三家公司 在競爭這個全世界 晶圓代工 一個是台積電第一 對不對 第二是三星 再來是Intel Intel也說要跨進來 最近他們搞什麼花樣 因為Intel 因為台積電的這個技術 一直不太往上升 三星最近幹了一件事 三星就說 因為我們到明年他們準備 跟台積電都二奈米要推出來 結果明年都要推出 那結果三星就說 沒有 我們二奈米今天已經出來了 二奈米做出來了 對為什麼 因為他們決定把他們 三奈米的第二代 改名叫做二奈米 所以 可以這樣子嗎 對他們就這樣搞 所以我們領先台積電 還有另外一個Intel Intel更好笑 它的技術能力已經做不出來 結果它先展示這個說 我們已經拿到了 二奈米相關的技術的 這個High NA EUV 我們已經展示出來 所以他們覺得莫名其妙 他們兩家公司只能夠在這種 所謂的這個精神勝利 就說我們跟台積電的拉鋸 越來越近了 我們追上它了 不是我7台進來有什麼了不起 對啊 因為為什麼 這個其實這個是做二奈米 但問題是 現在Intel的7奈米都不會做 你二奈米這個 擺個機台出來要做什麼 因為顯然就是 為了好看嘛 那我就跟你講 現在目前的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台積電的這個 已經擴大 要決定要擴大產能 除了現在的熊北一場 二場之外 德國明天要動工 美國廠在進行之中 你看今天 已經有可能最新的這個宣布 是在嘉義 要設所謂的封裝廠 還有這個竹科 高雄 還有這個很多的廠 所以台積電要大擴產 大擴產之下 對二哥 或是對這個Intel來講 他們當然看了 非常的羨慕的一個情形 我們講日本不是被捆龍鎖打開了嗎 對 然後現在跟美國完全結束同盟嗎 但這個更怪是 現在日本居然跟英國 義大利 要連發一個新的戰機 而且這個新的戰機 他們希望 能夠出口賣給人家 對 過去來講 日本的捆龍鎖 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 所以他們可以製造一些武器 但是他們量的非常的小 只能自己用 或是美國給他們授權代工 但現在暗天文雄來講的 第六代的一個戰機 要跟什麼 英國 義大利一起聯合 第六代戰機 對 然後把英國跟義大利一起拉下來之後 這是他們的第六代戰機 告訴了大家說 第六代隱形戰機 沒錯 那這個非常先進 然後把英國跟義大利給拉進來之後 告訴大家說 以後或許大家有機會 把這個日本的第六代戰機 第六代隱形戰機 送出國去 這個比F35還厲害嗎 對 這個非常厲害 非常高科技 但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說 捆龍鎖被打開了之後 現在來講 竟然要把這個第六代隱形戰機 給推送出去 給推送出去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日本 他的軍工業完全活過來了 過去來講的話 剛剛那個就是 日本現在最神秘的F3 對 這個東西來說的話 其實在日本 他們的軍工產業 在二次世界當然是非常厲害的 然後呢 他過去日本有一些 保有美軍的授權生產 這些東西仔細來看 有愛國者二型 還有現在最厲害的愛國者三型 愛國者三型有多厲害 以前的二型呢 他是他的一個雷射 是在他的載體上面 在三型 他可以放在他的導彈上面 所以當他打出去之後呢 射後不理 愛國者三型的導彈 可以自己去找敵軍 自己去找對方的一個導彈 直接轟炸過去 所以最近的物二戰爭來講 所以他有AI功能 對 最近來講 這個物二戰爭不是說 奇怪 這A-50 還有預警機 還有這些 被打掉了 到底是誰打掉的 有人想說會不會是F16 提早進入戰場 可是應該不是 應該就是愛國者三型 把他打掉 自己會尋找目標 日本做的出來 如果你讓他 可以把這些武器 出口出去的話 那會有多厲害 因為日本過去來講的話 在日本 二次世界大戰 有很多大型的船屋 都在日本 但是因為捆龍鎖的關係 不能做 所以呢 過去20年來 就2023年 2003年之後呢 有超過100家日本的公司 退出了軍工產業 現在這個捆龍鎖 打開之後 都回來了 而且呢 其實日本 早就已經有在做預作準備 最近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新聞 登陸月球 過去來講 只有軍事強球 強國才可以做這個事情 中國 美國俄羅斯 現在來講有一個日本的 他們的一個 日本探測器 叫Slim 竟然成功了登陸 日本現在已經有 他的這個所謂的 飛行船 對 降落在月球表面 他們已經成為世界上 第五個國家 可以去登陸月球 這個無人的月球探測器 Slim 他竟然可以完美的登陸 而且創了一個紀錄 他跟他的一個 target 只差了55公尺 這個很近嗎 保健哥你知道嗎 其他人是差十幾公里 一個是差KM的 一個是差55公里 然後呢後來 55公尺 對55公尺的情況之下 這是非常驚人的 而且他裡面都是日本的企業 他下來之後呢 還創了一個很奇怪的一個紀錄 他登陸 他除了他很近 只有55公里 55公尺 不到100公尺耶 然後呢 他還跌倒了 跌倒這有點落差了 對不對 跌倒的情況之下呢 他的太陽能的基板 沒辦法收到太陽能光 所以他就是沒電 當大家以為說 哇那你這隻掛了 沒有想到 他竟然 因為他慢慢的太陽 因為他月球會動嘛 休眠一個禮拜之後呢 接收到一點點太陽的光 他又活了 所以呢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日本以後 是可以把太空人送去月球的 然後呢這些東西 是完完全全日本自己的企業 比如說他的發動機 他的大腦 Mitsubishi 30重工 然後IHI Aerospace 然後呢電池 就是我們很熟悉的夏浦跟骨盒電池 最厲害的是他的腳架 他的腳架不是用鍛造的 而是用什麼 把這些粉 金屬粉弄起來之後呢 用3D列印 所以過去來講 人家3D列印不是YouTube上面才有 人家日本人已經把這個黑科技 弄到可以去登陸月球 而且完美的成功降落 所以我如果這樣的話 我會月球 我只要上個月球 我需要什麼東西 我用3D列印就可以列出來了 就可以把它搞定 然後呢除了這個之外呢 他們最近還用了一個死戶機器人 你看這個影片喔 你會覺得說 到底在幹嘛 這個東西是樂高堆疊嗎 不是 就是日本他們做了一個實驗 然後呢去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 其實他就是模擬月球的表面 然後呢用這個死戶機器人 一個一個堆疊 一個一個堆疊 他要打造什麼 打造日本的基地台 打造月球上面的基地台 但最神奇的是 他堆疊好之後呢 他竟然可以把它給通電 通電完之後呢 竟然還可以通訊 所以以後呢 你不用太空人冒著生命危險去 你只要把這些機器人 這三個死戶機器人 丟上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月球做成一個基地